大家好,我是Double S Brothers 我是安仔 我是Andy 今天我们要来区别 复古式跟现代式的cafe 今天这一集呢就是现代化的cafe 跟复古style的cafe 他们的差别到底在哪 现在其实蛮多年轻人都喜欢走向复古style的东西 除了一些真的是好像70年代80年代传下来的复古stylecafe之外 然后有一些他们还会是亲手去装修打造成一个复古的氛围的一个cafe 今天呢我这边说的就是复古style的cafe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间叫做华兴茶室 刚刚我们一走进来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它这边满满的复古style 你看它的墙壁啊 甚至是它的一些很小很小的细节 好像那个插头的开关灯 所有呢都是一些非常不古的那种 这些所有的器具这些item 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完全很少见得到 可以说是已经是找不到了也买不到了 所以让我们来到这种感觉是一种味道婆婆的感觉 不是妈妈的感觉了 已经味道婆婆的那个变大了 所以这间花兴茶餐室呢 我们就叫了几样它的美食 其实它的menu有卖很多种 有本地的美食啊 有一些台式的美食啊 然后有一些咖啡啊甜点都有很多种卖 第一样呢我们叫了这个独家黑炭卤肉面 它这个面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面是黑色的 它是在台式的category下面的 所以看起来有一点像卤肉饭的感觉 可是它把那个饭变成这个黑炭面这样子 再来呢我还有叫了这个红豆黑肉米 哇这个超级经典哦 你看这个碗 复古斯那种碗哦 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国民早餐是 Gaia Butter 面包 很香超级香 看起来是不是这个 哦这个 有这样的 有那种aluminum盘那种 然后当然 这边是出门的咖啡 我们今天叫的这个是 Cham Cham的咖啡 我们先来试一下它这个炭烤面包 吃Gaia Butter 面包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Butter 可能这种三片大大片 我们马上来试一下 超级酥脆哦 Gaia 跟Butter 跟大致上的差不多一样 可是你在这边呢 可以吃到一份酱 Gaia Butter 的话 扣醒那种味道 然后再来我们叫的这杯 Cham的咖啡 对不对 把这个Gaia Butter 连这个Cham的咖啡 一起来点来试 这个咖啡的味道呢 它已经是 浓郁到有一种 巧克力的那种味道 喝起来呢就是 非常的 香那种咖啡 的那种味道 配这个Gaia Butter 一起的话 一流 再来我们还有这个甜点 红豆黑肉米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 会不会喜欢吃这种甜点的 可能是蛮喜欢吃 它的那个 椰丝嘛 那个椰丝上面的 看宝贝斯的那个 很香 超级酥脆 因为黑肉米有一种 好像带出一种口味 所以它跟椰丝的程度呢 就是 拉来就搭配到刚刚好 是不是 非常的想 在今天的主打 就是 我是第一次熟蛋吃的这种黑面 它做的面 好像是有点像 米薄 扁的那种 然后黑炭面 是不是黑炭的味道 试一下 我觉得那味道还好 就没有什么好像有什么黑炭的味道 反而是吃到一些 它旁边的这个肉的味道 那旁边有一些 咸菜的嘛 还有一些卤肉这样子 嗯 它的面的味道呢 的确是来自这个卤肉 酸跟辣的搭配这样子 跟这个面一起吃的话是刚刚好的 就是吃这种黑色的面就觉得 会说好像有特别的一种香味吗 甜气那样子 我们复古style的cafe呢 就是到这边位置了 我们现在还有一间 现代化的cafe要介绍给大家 我们马上出发 诶 诶 稍微穿越了一下啊 刚才呢在这个六十七十年代的 华兴cafe那边体验了那边的 所谓的古早味跟 復古式这个美食 现在呢我穿越回来到了 现代的这个模式 来体验一下 现代的这个cafe是一个 怎样的一个模式呢 现在的cafe都是以一些主题为主 就好比我们现在的这一家 Peple Cafe这样子 我一进来的时候是吗 就有看到一些比较不规则的一些 砖块的一些设计这样子 给人家感觉那种现代风格的那种 设计可以感觉到一股 蛮有主题性质欧美性质的一个主题餐厅 它跟这个六十年代去的餐厅的 那个不同之处就在这一边 当然来到这种主题cafe呢 少不了的就是介绍他们这里的美食啦 这种主题cafe通常他们都是会以最 基本的一些美食来作为一个呈现方式 首先呢一定会要有一个brunch brunch就是所谓的就是午餐跟早餐一起 合起来吃 然后当然少不了的就是他们的cafe cafe就是一定要有cafe 磨制的cafe 当然还是要有这个dizzard啦 来try一下这个brunch 这种brunch呢通常都是会有一点点类似 像早餐风格这样子的 今天我们叫的这个bagger with egg avocados 也是one of the ladies 你听了就觉得哎好像在吃早餐这样子 哎可是这个时间又是下午的时间 嗯brunch 你懂吗ndy 你不懂 因为他刚才介绍那个复古那边 他已经穿越去那边了 所以我要带你们回来 比较现代一点一点 早期上的没有brunch 复古的很早期上的嘛 我们这种brunch呢就比较迟一点醒来 所以看到我稍微穿越了一下 看上去还蛮营养式的一个brunch 它有一个这个好像面包这样子 配置嘛然后这种好像类似的 全麦面包嘛是不是 然后里面当然你会看到一些的蛋 玉树树 然后还有这个青色的就是刚才我有面称到的 avocados的这个酱 像蛋 像水 可以再配搭一些avocados sauce bagger with egg avocados 这种搭配就是给人家一种很fresh的感觉 里面就可以有参加一些酸酸的那种 tomato的那种味道 然后还有菜的那种新鲜的那种fresh的感觉 avocados其实是一个没有味道 的一个水果来的 可是它是属于健康 营养成分蛮高的一个水果来的 我觉得非常适合 向往健康的那种 我们来try一下它的这个蛋糕 哦 它的这个全程蛋糕啊 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的那个全程蛋糕 非常非常的有层次感的一个蛋糕 上面有很多的巧克力酱 然后cafe不吃蛋糕真的是不可以吧 try一下 哦 入口即化巧克力浓湿在我的嘴巴里这样缠绕着 重点是不甜 我非常喜欢它的巧克力酱是有那一种苦味的那一种感觉 在那一边 这个蛋糕给它一个即可 很好 除了好吃之外 当然摆盘跟这些呈现方式就是非常适合拿来打卡拍照这样子 其实它是可以放一个小碗的 它不要它就要做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碗 拍照打卡也比较好看一点 再来我们来try一下它的这个 哦 来到cafe怎么可以try它们的那种磨制的手工咖啡 这样子手工咖啡 是手工咖啡吗 Barristore Barr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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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ss Aless 我非常喜欢喝这种抹茶拉贴 拉花这种的 哦 有一种那种Starbart抹茶拉贴的那种感觉 当然在这边 刚才我看面试都有看到一些很不同的一些饮料 有mojito啊 有辣椒啦 有choccus juice啊 有fresh juice啊 都会有 Compare一起跟刚才那个60年代70年代的那个华兴呢 这两个的感觉给我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70年代的那个cafe 其实我觉得也还蛮适合打卡的 不一定要只有现代风格的这个cafe才可以打卡 刚才我们一去到那边是吗 有一种带我们回到童年那种感觉 刚才我们看到很新奇很奇特的一些糖果 都是突然一下子cash out我们的那种感觉 而这个Peple Cafe这里呢就是比较现代的 这个现代cafe其实不只是Peple Cafe啦 其实在古来也是蛮多间的 如果呢大家有机会呢 来到古来这边跑节的话 如果想要吃东西想要喝茶的话 可以不妨去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华兴cafe 跟这个Peple Cafe的这个现代式的 去体验一下不同年代跨年代的这个cafe啦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介绍的没事啦 喜欢我们这期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